啊 一提到火把学生 相信大家一定会联想到热情有创意 这是火把学生所活出来的生命 在2014年当然也是这么精彩丰富 一年中他们一起投入在照会的各项活动里 其中令许多年轻人最印象深刻的 就是火把年轻人的年度盛事 Ignite Ignite总共吸引了国高大专 超过360位的学生参与 与国王王都发言人 游戏首席设计师对抗 渴望取得wildfire的最终奖赏 接下来则是在火把特会 伟大的热情 伟大的国度iMission课程中 培养了学生步道及传福音的能力 火把学生在台北车站街头 以传福音的实际行动操练如何放胆传福音 而进入九月份 一个新学期的开始 教会了预备大型的开学青年步道会 以及在各个学校展开校园步道 校园小组 其实从2013年末开始 火把教会第一个校园小组成立至今 已经成长至十个小组 相信每一所学校都是神的应许之地 渴望透过校园小组 有机会可以让我们更多带领身旁的同学和朋友信主 让校园充满赞美和失格的声音 火把年轻人的热情创意也体现在街头快想活动中 特别是今年江子翠捷运站随机杀人案发生之后 火把学生们数次在捷运上给予陌生人温暖的拥抱 以及祝福的话语 都让人感受到这个社会仍然有温情 仍然有爱 火把年轻人真的不一样 他们活出的生命样式也透过各类型的火把影片展现出来 其中最为人所熟知的就是2014年由影音多媒体团队所推出的一句小经文 影片的拍摄制作剪辑都由影音团队中的学生一手操刀 而主要呈现的就是火把学生爱主活出神话语的生命特质 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一句小经文的年度精彩回顾吧 我要的送你的几面 冠世都互相效力 冠世冠世都互相效力 要爱神的人的影述 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 然而他知道我所信的路 他试炼我之后不必如金金 信就是所望之师的实底 是唯贱之师的确讯 我们爱 因为神先爱我们 经上所及 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 只眼睛未曾看见 耳朵未曾看见 人心也未曾想到的 好算了不要好了 对来一二三 对来一二三 再来再来 你现在心里想要养物师 啊 死不停 怎么自己一直有啊 你不是你平衡 我爱你 我爱你 奉耶稣的名祷告 因为神先爱我们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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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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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 我們要為你燃燒 保健康律禮祷告